第51章 放松 我不想和你作对 从财务领了1000万后 林贤就离开了MX公司 林贤坐在兰博基尼里刷起了手机 搜出了何玉琪的资料后 看着何玉琪的照片 系统开始说话了 姓名 何玉琪 年龄 25岁 电话号码 168XXX4718 黑历史 一学生时期是个小太妹 经常搞校园霸凌 还因为打架受过行政处罚 二多次在片场上耍大牌 欺负新人 三有一个金主 名叫周涛 是东海皇城实业的二公子 四 勾引过经纪人罗莉莉的男朋友 林贤看得眼都晕了 荧幕上的玉女 实际上是个玉女啊 还是无法无天那种 连年龄都造假 周涛 林贤注意到了黑历史中的这个名字 有金主啊 那就好办了 系统 我要看何玉琪的黑历史细节 就要看这个周涛 系统 收到 现在是周涛的个人信息和黑历史 姓名 周涛 年龄 32岁 电话号码 175-XXXX6099 黑历史 一最爱玩游戏 曾经用自家公司的500万货款 来充值买装备 二 和哥哥周琪关系不合 周琪多次派人下手想谋害周涛 林贤深呼吸一口气 有钱人的世界都这么乱吗 有没有正常人啊 不过看了这些信息后 林贤已经有了个计划 他拨通了周涛的电话 喂 哪位啊 电话那边是噼噼啪啪的敲键盘上 应该是还在那里玩游戏 林贤不嫌不但地说了句 周公子 还在用家里的钱玩游戏啊 不怕被你爸抓到吗 电话那头的周涛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你是谁 林贤报了一个地址 凤凰酒店 见个面呗 搞不好 我可以帮你很多忙呢 说完就马上挂了电话 林贤一脚油门 往凤凰酒店开去 他知道周涛肯定会去的 家里有个想要他命的哥哥 现在有人知道他的黑料 是个正常人 都会好奇和慌张的 凤凰酒店 凤凰酒店名为酒店 但其实是东海富豪圈子里 有名的风月场所 这里最低的一间房一碗的房费 在五位数以上 普通人是进不来的 里面娱乐设备齐全 更多的还是些休闲场所 酒店外围 是一排排茂密的人工林 不细看 会以为是个公园 许多狗仔和路人 根本没有进去的机会 因为树林里 到处都是保安24小时在巡视 许多明星 也会把这里当成度假场所 也会来这里见自己的金主 陪他们一起 Happy 林贤开着兰博基尼进去时 保安也没多想 只当是哪家的富贵公子 来这里玩了 站在门口 林贤拿出手机 开始看新闻 等待着周涛的电话 没过多久 周涛的电话真的来了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里呢 声音非常低 明显是在提防着 什么一样的感觉 林贤说道 我在门口 穿着上百下黑的就是 你直接来吧 至于在哪里聊 你定就好 没过多久 一名穿着休闲西服的 中年男子出现 他的样子并不是显老 高档的西装搭配 没有走样的身材 还有些帅气 但是他浓重的黑眼圈 非常引人注意 他看上去像个上班族 又有点像出出茅庐的销售 就是不像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和老板 这就是周涛了 他的身后 还有四名保镖 林贤打了个招呼 周公子 你好呀 周涛有些惊奇地打量林贤一番 你 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 本以为是哪个死对头 或者自己哥哥派来试探自己的人 但林贤看着一脸阳光帅气 且十分年轻 哪里有半点玩阴谋的样子 如果不是声音确实相似 周涛还真的不会相信 林贤点点头 当然是我 时间紧迫 我们去哪里聊啊 周涛让手下在一个包厢里点了些菜 一行人也跟着服务员走去 服务员笑着推开门 拘了一躬后离开 包厢非常大 让人感觉像个大型会议室 不过这中间 只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 屋内的摆设 也都是些古董花瓶 山水画屏风 周涛坐下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坐吧 林贤扫了周涛一眼 坐下后说道 周公子 今天叫你来 是有些事情 想请你帮忙 不过 我想你肯定有很多事情想问我 不如你先说 周涛目光一直在林贤的身上 你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 那些事 林贤也爽快 我是一名私家侦探 知道很多人不为认知的事 周涛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 私家侦探知道自己的黑料 倒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 那你是谁派来的 林贤又笑了 放心 不是你哥哥就对了 周涛的表情变了 我哥哥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会怀疑 你是我哥哥派来的人 林贤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周公子 你胸口的伤痕 是你哥哥派人做的吧 再见到周涛的一瞬间 林贤就用透视看了一下 发现在他的胸口 有一道五厘米长的刀疤 周涛更加惊讶 自己之前被哥哥派来的杀手暗算过 正是胸口上被划了一刀 黄成实业 其实在很久之前 是做走私起家的 专门把国外的二手家电和汽车 倒卖进国内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他们发了一大笔的财 周涛的父亲 就是黄成的创始人 是一个非常有江湖气概的人 和邓高哥差不多 区别就是 邓高哥之前 没碰过那么多违法的东西 所以可以洗白 能够大张旗鼓地 在公众视野里出现 而周家就不行了 只能是闷声发点大财 但正因如此 创业十多那种黑暗森林法则 依旧实用 简单来说一句话 只要有实力 就能当老大 周涛作为家里的二儿子 和长子也就是他哥哥的争斗 是个讳莫如深的事 他哥哥几次都想弄死 他这个弟弟 好以后继承家业 但周涛觉得 这种家丑实在不可外扬 一直都在忍着 尽量避免跟哥哥 发生更多冲突 周涛定定神 问道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林贤喝了一口茶 周公子 放松放松 我提这个 不是想跟你作对 第五十二章 你很有啊 对于林贤说的话 周涛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 从打电话到见面 一共不到三个小时 林贤就已经说出了两个 他不想被人知道的大秘密 而且他说自己是私家侦探 但如此年轻的林贤 是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 找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不是背后 有什么大佬在 他打死都不会相信 有如此离奇的事情 林贤又说道 周公子 放松嘛 我真的没有恶意 至于你用公司的钱打游戏 我也能理解 周涛苦笑一声 加起面前的菜 理解 这样的事情 也能理解 确实不是凡人 难道你不觉得 我这样很败家吗 林贤摇摇头 说道 你的败家 应该是假败家吧 又或者说 你不得不败家 周涛放下了筷子 摸了摸下巴 说下去 林贤便继续说道 有个整天都想要你命的哥哥 家里的其他人 也大多站队在他那边 你要是还历经图治 天天兢兢业业的搞事业 表现出太大的野心 那不是找死吗 看了周涛的信息后 林贤就已经猜到了一些大概 现在这样浑浑噩噩的打游戏度日 上前免不了一刀 如果表现太强的进攻性 周涛也活不长了 只有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庸才 让哥哥放低警惕 反而还有一线生机 林贤的话 让周涛有了一种 找到知音的感觉 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自暴自弃 沉迷于网络世界和包养女明星 其实谁知道 他这是有苦难言呢 林贤见周涛的神色有了变化 又继续说道 周公子 其实你大可不必那么辛苦 因为你大哥也有很多黑料 只要被曝光出来 你父亲和很多长辈 也不会容他 到时候你 自然可以赢得 这场继承人的战争 周涛的父亲年事已高 现在正在为继承人的事情发愁 周涛的哥哥 如今是家族内众望所归的存在 可老爷子始终对二儿子有信心 这才造成了周涛的哥哥 死死咬住周涛不放的局面 周涛动心了 林贤能够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 那么知道他哥哥的那些破事 又有什么难度呢 只是他明白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周涛问道 那你的价格是什么呢 他心里已经猜到了 林贤叫他来这里的原因 或许就是为了跟自己 做一笔交易的吧 林贤笑了笑 说道 其实 我也碰到了一个难处啊 希望周公子可以帮忙 周涛敲了敲桌面 也笑了 你这么大的本事 还有难处 林贤假装无奈地叹口气 实不相瞒 我女人的公司 遇到了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 他的产品马上就要发布了 但是请的代言人 今天出了车祸 如今已经不能继续合作了 周涛想了想 问道 有只要巧的事吗 被人搞了 从小就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 长大的周涛 从这只言片语中 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林贤叹了一声微笑着说道 周公子果然聪明啊 不错 就是被人被搞了 里面的原因很多 你懂的吧 周涛点点头 做生意被对家屎半子 再正常不过的情节了 不过他不打算问太多 这和他没什么关系 那你是想通过我 做什么呢 林贤干脆地说道 很简单 我知道周公子在娱乐圈有些人脉 所以我想从你这里要个人 周涛点点头 这就对了 他现在感觉和林贤聊天轻松多了 要个新代理人嘛 也就是个一两线女明星的事 如果这样就能换取到哥哥的黑料 那实在是划算了 不过他还是要留个心眼的 你女人的公司做什么的 林贤答道 做化妆品的主打高端路线 所以代言人的档次不能太漏 周涛倒了一杯茶 明白明白 这也不难 档次低的女明星 他自己也看不上 所以认识的和包养的 都是些有点名气的 周涛又问道 那我可以问问 你女人的公司叫什么吗 他想最后确认一下 林贤说 这些是不是在骗他 还是另有目的 林贤淡然答道 MX时尚 周涛拿出手机 想看看能不能查到相关的资料 林贤也不太在意 想查就查呗 一分钟后 周涛神色一变 MX时尚 你确定你没说错 没错啊 怎么了 MX时尚的老板 可是赵英俊啊 林贤摊开手 是啊 没错呀 周涛深吸一口气 你女人是赵英俊 你没开玩笑吧 赵英俊是谁 他太知道了 东海有名的冰山女神 高冷女总裁 大名鼎鼎的赵家长女 霸道女总裁中的霸道女总裁 周涛哑然一笑 赵英俊有了男人 我怎么听说 赵家打算和雷家联姻啊 而且联姻对象 还是雷家的雷浩龙 雷浩龙的名声不好归不好 但是怕还是会怕的 林贤直接说自己是赵英俊的男人 是嫌自己命太长吧 就在林贤要回答的时候 刚巧赵英俊打了电话过来 林贤拿起来 说道 喂 英俊啊 你干嘛 我正在忙呢 这时 对面的周涛 送来关注的目光 林贤突然意识到 赵英俊这个电话来得好啊 简直神助攻啊 有没有 赵英俊问道 你在凤凰酒店 林贤愣了一下 是啊 我在 谈事情呢 赵英俊是怎么知道的 赵英俊有些生气 你拿了我的钱 就是去那里挥霍了 还是去那里找小明星 打算走歪路 联系何玉琪啊 雷浩龙打电话过来 知道他是怎么说你的吗 哦 是雷浩龙说的呀 看来他跟踪自己 真是无孔不入啊 凤凰酒店的本质 就是有钱人藏交的金屋 自己刚刚又从公司 拿了一笔钱 雷浩龙再这么一点火 赵英俊很难不想歪 林贤咳嗽一声 说道 雷浩龙他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不在乎 还有 我们的打赌 我要加注 赵英俊愣了 加注 加什么注啊 第五十三章 林贤真的太勇了吧 林贤直接说道 英俊啊 我跟你说 你因为雷浩龙的风言风语 就怀疑 我来凤凰酒店乱搞 这让我很不满 所以 我要加注 其中英俊两个字 被林贤念得很重 赵英俊那边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行 你说要加什么注啊 林贤说道 我们谁输了 要跪下认错 如何 赵英俊一听到要下跪 暴脾气也上来了 行 你想死得明明白白 我成全你 说完就挂了电话 林贤也把手机丢到一边 嘟囔了一句 哼 不懂事 对面的周涛 已经是目瞪口呆了 兄弟 你平时 都是这么跟赵英俊说话的 赵英俊他没见过 不过从名声上和地位上 这样的女人 一般就只能哄吧 哪有这样直接对的 林贤还在电话里说 雷浩龙的不是 这就等于是 同时跟东海最不好惹的人中的两个不放在眼里了 还说没有背景 你家里莫不是开坦克飞机的吧 周涛开始更加信任林贤 无他 就凭他这么狂 肯定是有大资本的 而且在此之前 林贤就已经展现了 他非同一般的实力了 随后 周涛举起茶杯 兄弟 先喝点 别气坏了身体 你刚刚说 打赌 还加住 是什么赌啊 林贤喝了茶后说道 嗨 还不是刚刚说的那个事 他的公司有麻烦 我想要帮他 结果他说 这背后有雷浩龙 对了 雷浩龙你清楚吧 周涛当然知道雷浩龙是谁 于是点了点头 雷浩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 谁都不喜欢他 都把他当成是混蛋 但是这个混蛋 你还是不得不共证 哪怕不怕他 也要避开他 否则这辈子 就别想安生了 雷浩龙在找赵英俊的茶眼事 公开的秘密了 而且 雷浩龙不止一次地 在公开场合放话说 赵英俊是自己的女人 哪个男人敢有歹念 他一定不会放过 周涛好像明白了什么 问道 代言人的事情 也是雷浩龙做的 林贤点点头 就是他 雷浩龙的性格就是如此 只讲结果不问原因 只要自己活 不让别人活 这个代言人 算是遭受了一次 无望之灾了 随后 林贤颇为感慨地 看了一眼手机 英俊不肯我卷进来 可能也是为了保护我吧 毕竟雷浩龙 这样不稳定的因素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都不意外 周涛点头表示赞同 林贤又一拍桌子 盯着周涛说道 不过 雷浩龙再过分 其他的我都不理 可他碰我女人 绝对不行 如果不满意英俊跟我一起 他应该来找我呀 不是吗 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我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所以 我跟英俊打赌 说我一定可以解决这次的麻烦 周涛被感动了 他立刻举起了茶杯 好 说得好 有情有义 才是大丈夫 一直以来 可以吗 周涛乐了 我前天还跟他吃夜宵来着呢 等着 周涛拿出手机 开始在通信录里找起了人 因为包养的女人太多 周涛只好输入名字搜索 等一个被注为你的玉琪宝贝后 周涛按下了语音通话的按键 喂 干爹 找我什么事啊 周涛与他简单寒暄 说道 好了 我说正事 你接下来 一定要接我朋友公司的代言广告 知道吗 何玉琪有些意外 为什么呀干爹 我的日程都排到明年中旬了呢 这倒不是在质疑周涛 没了周涛作为金主和靠山 何玉琪不可能拿到资源 所以 他单纯就是心疼自己违约后的产生的违约金罢了 周涛大手一挥 违约金我给 你只要答应就好 何玉琪更加奇怪 究竟是哪家公司有这样大的牌面 好的 我一定去 是哪家公司啊 周涛说了句 东海的MX时尚公司 这时 周涛问了问面前的林贤 兄弟 什么时候啊 林贤答到 明天早上 越快越好 周涛点点头 把时间地点传达了一遍 挂了电话后 周涛晃了晃手机 兄弟 都搞定了 你们明天准备签合同就行 林贤点点头 周公子果然靠得住 既然周公子如此声明大意 那么我也不能让周公子免费打工 周涛棒了自己 那么作为回报 林贤自然也要给他一点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他哥哥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当然 还有另一部分的考量在 周涛这个人 能隐忍 能屈能伸 这些都是做大事的人 标配性格 刚刚还说违约金他都可以给 要知道一个一线隐心的代言费用 成百上千万 并不奇怪 违约就是要赔两三倍 而周涛选择了自己一个人扛下来 这就超出了帮忙的范畴了 林贤能够感觉到 周涛这是要主动结交自己啊 周涛又来了精神 林贤这是要说自己哥哥的事了吗 林贤开口 先是说了一句 开工没有回头见 周公子 你帮了我也是 再跟雷浩龙作对 你觉想过后果没有 周涛沉默起来 确实 车祸一事 真是雷浩龙所为的话 那么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真不把休 既然周涛帮了 MX和林轩 那就是真的是打雷浩龙的脸 这件事他也想过 周涛用力地一拍桌子 雷浩龙算什么 只不过是名门望族的长子而已 但这不是 他用来欺负人的理由 我肯定是要找回公道的 兄弟你放心 如果他敢乱来 我周涛第一个不答应 林轩非常满意 觉得自己可以说出一条猛料了 第54章 有再生之恩的好兄弟 林轩喝了一口茶 感慨道 不是我说 周公子 你这几年过得不容易啊 不仅哥哥总是在针对你 老婆也在一场意外中丧生 这也是系统给的情报 刚刚林轩通过遗憾功能 得知了周涛的一段不堪往事 遗憾 周涛曾有一名爱妻 怀孕后在一家医院里做孕检 结果医院发生火灾 周涛的妻子丧生火海 那么这场火灾 是单纯意外吗 傻子才会信 再通过黑历史细节 林轩找到了周涛哥哥周琦的黑历史 周琦的黑历史 就厉害多了 烧杀银掠势一样没有落下 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 曾经收买一名叫罗裕的护士 纵火烧了他工作的医院 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 其中的死者就有自己的弟媳 查看细节后 林轩也知道了这个罗裕的基本信息 而他最大的黑历史 也就是这次纵火事件 害了那么多条人命 如今却依旧不动如山 还蒸蒸日上 周琦的嚣张和只手遮天 有多离谱 可见一般了 而周涛此刻心里是一阵脚痛 被哥哥如何欺压 他都不敢置身 唯有他的爱妻 是他的逆龄 林兄弟 你知道多少 那次医院事故 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是 电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但周涛始终无法接受 他也怀疑过自己的哥哥 但是被家里的长辈痛批 说他是嫉妒哥哥得宠 反而陷入不利的处境 可是周涛没有放弃 他坚信 幕后黑手就是他哥哥 只不过已经过去多年 他还是没有一点证据 如今林贤主动提起 莫非他有头绪 林贤点点头 拿出手机后 将自己知道的罗玉的手机号码 给周涛发了过去 盯的一声响后 周涛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周涛打开 里面只有一串手机号码 林贤收起手机 同时正色道 你按照这个号码去查 肯定会有收获 不过还是要避免被你哥哥知道 具体怎么做 不用我多教了吧 周涛不是庸才 也不是外界认为的 沉迷游戏和包养女星的废物富二代 能够折服多年 还隐藏起自己的野心 这一点足以说明 他的诚服有多深了 周涛双手不停颤抖 随后 他忍不住双手无脸 哭了起来 十年了 自己最爱的女人 和自己的骨肉 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样的痛苦和奇耻大辱 终于有了一个逼近真相的机会和答案 他控制不住了 曾经万念俱灰 反抗无望的他 想过去自杀 既然活着那么没用 没意思 不如去陪自己的爱人 可他知道 自己不是不想死 而是不能死 只有让真相大白 让周期受到惩罚 才是最好的办法 自己要是死了 那么妻儿都白死了 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同时一张纸巾递到了他的面前 林贤淡然说道 周公子 一切都还来得及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等到你妻儿都仇报了 再苦不晚 周涛抬起头 眼神非常复杂地看着林贤 有感激 有疑惑 也有震惊 这个年轻人的能量和视力 到底有多大 林贤又笑着在他旁边坐下 说道 如果你有不方便的地方 也可以和我说 邓高哥是我朋友 多少也会帮忙 邓高哥 周涛叫了出来 他是你朋友 邓高哥的名声 在东海 可以说是如雷贯耳的 能做邓高哥的朋友 等于是在东海 跟老天爷拜了把子 林贤还这么年轻 凭什么 突然 周涛想起了一件事 他立刻问道 难道昨天在水上名家 和邓高哥说 悄悄话的人 是你 昨晚邓高哥 在众人面前打了老婆 还跟一个年轻人攀谈的事 已经成了妇人圈里的 一个谈资了 年轻人 神秘 和邓高哥是朋友 周涛觉得林贤非常符合 林贤大方地点点头 不错 我就是 周涛靠在椅子上 有些感慨地说道 果然 兄弟 你不是凡人啊 多少不可能 在林贤这里 全部变成了可能 他不能不震撼 也不能不为止臣服 接着他倒满一杯茶 举起来对林贤说道 林兄弟 若是真能将我欺而冤死真相大白 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而且有再造之恩 有再造之恩的亲兄弟 这话听上去好怪啊 林贤拍拍他肩膀 你帮我 我也帮你 这些话就见外了 周涛起身 说道 好 我先走了 有什么 我会跟你说的 如果你有什么麻烦 我能帮上忙 分 身 碎 鼓 说完 周涛便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匆匆离去 林贤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觉得有些好笑 不是周涛好笑 是好笑自己 一下子就多了两个 亿父亿母的亲兄弟 周涛找到罗裕后 肯定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 来指控周琪 好几条人命啊 被当局知道 也不会放过 这条丧心病狂的疯狗 到时候 周家要选谁当继承人 已经不言而喻 周涛和邓高歌 自此 也会为自己马首是瞻 林贤笑了笑 什么东海的地下皇帝 想当还是很容易的吗 此时 系统再次想起了提示音 丁 恭喜宿主 通过黑历史系统 助人为乐成功 本次奖励新技能一个 请宿主查收 宿主获得技能 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 对目标人物使用后 可以获取对方两分钟的心中所想的内容 对同一人物使用时 技能冷却时间为60分钟 注意 当技能升级后 冷却时间会依次减少 请宿主多多加油 林贤笑出了声 这不就等于心灵透视吗 虽然只有短短两分钟 冷却时间还不短 但是 在一些重要场合 只要能够知晓对方的心理 哪怕一分钟都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林贤觉得这个技能 真的太适用了 黑历史只能知道过去 现在他已经可以知道 一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了 林贤也没着急离开 他好好地吃了一顿后 又慢悠悠地拿出手机 这个时候 当然是要打个电话给赵英俊了 第55章 花谢花开花满天 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 林贤当然要给赵英俊说 一下这个好消息 顺便再让他兑现一下赌约 林贤不打算接下来再去赵英俊公司 毕竟让人在自己公司里下跪 总不好吧 但是何于奇肯定会明天就出现在 MX公司里 现在打电话 还能让赵英俊提前准备一下 嘟嘟嘟 宁波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嗯 林贤有些疑惑 既然有了前面这么长的提示音 说明是接通了的啊 无法接通 那就是被拒接了 好家伙 这么大脾气吗 林贤摇摇头 觉得赵英俊在自己面前 真的是太小女生脾气了 这也是好事吧 说明自己特说 突然 一阵短信提示音响起 正是赵英俊发来的 在开会呢 又开会啊 林贤一想也是 毕竟MX出了那么大的事 开会组织一下对策 也是正常的 只是赵英俊 哪里想得到 他的麻烦已经解决了 赵英俊想不通 也太正常了 林贤开始说要打赌 还拿了一千万 结果下一秒 就出现在了凤凰酒店 这种地方 如果能够想到 林贤正在为目前的麻烦奔走 而且还成功解决 解决的又那么漂亮 那才是有鬼了 林贤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样挺好的 赵英俊越是想不到自己的做法 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大小 那么这就有了神秘感 等到了明天他知道了一切 会更加惊讶 这层神秘感会更加浓重 男女关系中也是有博弈的 而这神秘感 就是非常重要的筹码 有了神秘 才有吸引力 越是神秘 越是可以给对方制造惊喜的人 就更有优势 林贤开始想着 赵英俊会不会跪在自己面前 捏着耳朵 脚滴滴地 跟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对自己说上一句 对不起 我错了 有趣 实在是有趣 林贤吃饱后 开始往酒店外面走 一边走 他又打通了给赵英杰的电话 喂 小舅子 打小报告的感觉如何 赵英杰那边的语气也不出 哼 你去凤凰酒店那种地方是干什么 心里没数啊 告诉你 不管你和我解释真是假 你要是敢干出什么 犹如我解名声的事 不用雷浩龙动手 我自己 就去收拾你 这个赵英杰 还真是个护解狂魔啊 等赵英俊被自己征服的时候 你小子也得给我跪下唱 征服 林贤打个哈欠 行行行 我好怕呀 不过 你还是省省吧 万一跟雷浩龙跟踪我的人撞上 你们打起来 我可是不管的 说完就挂了电话 开车离开凤凰酒店后 已经接近下午了 市中心开始迎来下班高峰期 大量的车开始在马路上 缓慢前进着 林贤也没有要急着去办的事情 所以并不着急 一边开着车在音响悠闲地听着歌 一边看着远方天边的云彩 就在这时 左前方的几辆车 吸引了林贤的注意 扭头观察一下后 林贤发现在旁边不知何时 已经有一整条车队 从奔驰商务 到奔驰越野 无所不有 在奔驰的中间 是一辆玫瑰红的劳斯莱斯 在众多黑色奔驰中 显得格外亮眼 这已经不是张扬了 而是告诉每个人 看到他们的人 我很有钱 别惹我 林贤有些好奇 这是谁家的车队呢 他打开了透视眼 想看看莱斯劳斯里坐着谁 就这一看 林贤不由的一愣 劳斯莱斯的后座里 只有一个女人和一只猫 女人侧脸 好似被天神雕琢的杰作一般 让人想不出 可以形容其美丽的词汇 眼睛如宝石一样 在闪闪发光 一双正在撸猫的手 更堪比 世间少有的美誉 虽然并不如赵英俊那般 让林贤心动 不过赵英俊的颜值是十分的滑 这个女人可以给个9.4了 看到了脸 林贤自然也就知道了 这个女人的资料和黑历史 姓名 楚亚云 年龄 24岁 电话号码 188XXXX0781 黑历史 一为了找一个地方诉说新生 自己秘密搭建了一个社交APPID 为花谢花开花满天 发表了很多中二言论和小说 至今无人察觉 二 楚亚云父母是非常典型的控制狂 把他当作自己最完美的作品 所以处处监视 并且经常插手其人生规划 但楚亚云从来不肯 把这些展示出来 3A 楚亚云是个抖M 4 林贤有点头大 他现在基本分析出了 楚亚云的大概特征了 就是一个被家里压榨太久的闷骚吗 闷骚不是贬义词 至少林贤不觉得闷骚是罪 不过楚亚云和赵英俊的差别 也体现了出来 两个女人对外的形象 都是女强人 赵英俊的强 是有理到外的 就算是林贤几次让他惊艳 也没有让他完全屈服 因为他就是要强 但是楚亚云完全不同 他被逼出来的强大 只要没有了家人的束缚 他就成了一个乖乖女 甚至于乐于受虐 这么一看 还是赵英俊更好啊 但林贤还是觉得 有必要跟楚亚云发生点什么 毕竟楚家的人脉和势力也不错 楚家的名声他之前听说过 是做互联网的 涉及游戏 社交 支付等等热门领域 在通讯技术上 楚家也有建树 跟好几个国际和国内的手机大厂 都有合作 既然今天有缘见到了 那为什么要浪费这次的机会呢 林贤拿出了手机 打算聊一下这位看似高冷的千金大小姐 不过发短信前 他做了一件事 当楚亚云的劳斯莱斯经过他时 林贤按了一下喇叭 突然响起的巨大声响 引起了楚家车队的人 包括楚亚云的注意 楚亚云看过去 发现林贤摇下了车窗 正对着他微微一笑 出于家教的缘故 楚亚云也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 然后马上把车里的遮阳帘给拉上了 他不想被陌生男人盯着 也不喜欢跟来路不明的人 有什么交集 林贤开的兰博基尼 说明了他的实力 但那又如何 楚亚云从小身边 就是这样的富家子弟 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但他的手机 很快响起了提示音 一个陌生号码 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点开后 楚亚云吃惊地差点站起来 腿上的阴短 也被他吓得一下爬到了地上 你好啊 花谢花开花满天 你比新闻里好看很多呢 加油更新哦 第56章 惊慌的楚亚云 花谢花开花满天 这是他的idea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app里使用的ID 楚亚云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 从小精通编程的他 自己开发了一个社交app 然后匿名交给第三方帮忙运营 所以 没有人会知道他在那里 app里的核心数据也在他手上 自己的秘密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但居然有人知道 不仅知道 还精确地找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发给了自己 这条短信 究竟是怎么回事 短信上还说 你比新闻上漂亮多了 就好像发短信的人 刚刚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现在发信息过来 让自己知道一般 突然 林贤的笑容 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难道 是他 人呢 楚亚云一下撩开了遮阳帘 但此时 街上已经没有了林贤 和他的兰博基尼 刚才的一切仿佛梦境一样 有些不真实 但确实发生了 驾驶位上的女助理听到动静 问道 总裁 怎么了 楚亚云定定神 说道 没什么 你开你的车 女助理点头 是 楚亚云拿出手机 开始给林贤发回复的信息 他只有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谁 正在开车闲逛的林贤 收到短信后 看完只有笑 不过想了想 还是给楚亚云回了一条 楚小姐 请放心 我没有任何恶意 我只是 喜欢看你的文字 仅此而已 你的秘密 我也会守口如瓶 误念 林贤不希望楚亚云觉得自己 是在威胁她 想要通过胁迫来征服一个女人 对林贤来说 简直不能再容易了 那样太无聊了 林贤之所以用系统不停地帮助人 除了想要获取更多奖励 就是觉得 这样的人生不无聊 用胁迫手段征服女人 就是她心中最无聊的事情 那样的话 和雷浩龙有什么区别 说起雷浩龙 林贤觉得 楚亚云的父母 跟她真的有一拼 都是喜欢操控别人的人生 也都是控制欲极强的有钱人 如果想要跟楚亚云发生些什么 她父母那一关 怕是不好过 但不好过 林贤也要过 我连雷浩龙都敢收拾 你们夫妻我就不敢了吗 丁 看来林贤的话 并没有让楚亚云放心 很快 第二第三第四条短信 接踵而至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是花蟹花开花满天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会有我的手机号码 关于我的事 你还知道多少 林贤无奈地笑了笑 这个女人 好赖你也是个百亿资产公司的总裁 怎么一点都沉不住气啊 林贤没有多费功夫 而是直接给她发了三个问候 我就是不回 但是也不让你觉得 我会对你不利 也不能肯定 我对你真的没有恶意 自己想去吧 反正浪费的 也不是我的时间 而且 林贤接下来期待的事情 可是让赵英俊兑现自己的赌约啊 等林贤到家后 他练习了一下自己的格斗技巧 然后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接下来 就只能子弹飞一会儿了 到了第二天 很多事情和很多人的命运 都会不一样吧 林贤觉得这挺奇妙的 许多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 因为自己的一条短信而改变 同时 自己收获的是美女和成千上亿的财富 这样的人生 不是很奇妙吗 第二天一早 赵英俊还是提前到了公司 昨天开了一天会 高管们绞尽脑汁的头脑风暴 却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 新产品的发布在即 这样下去可怎么行 至于林贤 赵英俊昨天也没空打个电话过去 问他怎么回事 他也没有把和林贤的赌约放在心上 因为 他觉得林贤就是在吹牛 就是拿自己寻开心 不过想到林贤输了以后 还要向自己下跪道歉 他心里又有些愉快 你不是爱吹牛吗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为自己的自大自负付出代价 坐在办公室里 赵英俊又接到了雷浩龙的电话 英俊啊 你最近怎么样 赵英俊忍着一肚子的火气 说道 雷浩龙 有话直说 你做了哪些事心里清楚 就不要黄鼠狼给祭拜您了 雷浩龙则坏笑道 我没做什么呀 我只是让你认清现实 有些事做不到 就不要白费功夫 你是我的女人 这一点 没有人能改变 赵英俊一拍桌子 雷浩龙 你做梦去吧 我宁愿死 都不会嫁给你 这是他好胜心和自尊心 共同作用下说出的话 如果真的是正常竞争上他输了 那他落子无悔 绝无怨言 但是雷浩龙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逼自己就范 这辈子都不要想得到他真心的认可 雷浩龙冷冷一笑 英俊 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吗 我们的婚事是大势所趋 你非要躺避当车而已 还拉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垃圾跟我比 你也是前驴技穷了 赵英俊柳梅倒数 你说林贤 你想怎么样 难道雷浩龙不单单要对自己出手 也要开始威胁林贤了吗 话一出口 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了 什么时候起 自己居然开始担心林贤的安危了 雷浩龙哈哈大笑 我想怎么样 那种垃圾 值得我去出手吗 一个小白脸而已 你还是想想 怎么把它甩掉吧 我们的婚事 不能有这种污点 赵英俊越想越气 直接挂掉了电话 雷浩龙 你混蛋 骂了一口后 赵英俊又开始着急起来 因为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反抗了 但是想到雷浩龙那得意洋洋的丑恶嘴脸 赵英俊又实在是恶心到想吐 MX公司所在写字楼 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 何玉琦戴着大大的墨镜 穿着一身华丽的高档裙子 出现在电梯下 在他的身边 还有两个保镖监柱里的高大男人跟着 他们的眼睛一直观察着四周 严防被狗仔队偷拍 何玉琦心里有点小紧张 因为周涛和他说了 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情都要推掉 必须来MX公司签约 一点点差错还不能有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周涛这样子逼自己呢 第57章 林贤真的成功了 何玉琦一路来到了MX公司所在楼层 看公司的装修风格 确实是有一定水平在 不过何玉琦没有看出 哪里值得周涛这样认真 周涛说了 这是他好兄弟的女人的公司 代言人的合同必须签下来 出一点岔子 周涛就立即跟他翻脸 何玉琦是又怕又疑惑 所以来到前台时 问问题都是小心翼翼的 你好 我想见你们的老板 她在吗 前台的小姐看到何玉琦的打扮 还有身后的保镖 也不敢怠慢 不好意思 请问您有预约吗 何玉琦以为一切已经安排好了 便说道 应该是有的 我姓何 你查查 前台的小姐姐 立刻开始翻查起来 不过赵英俊的日程里 只有会议 没有安排会面 不好意思 何小姐 我们总裁好像没有相关的预约 没有预约 何玉琦更加纳闷了 这怎么可能呢 周涛如此重视 说明事情很急 那么他兄弟也会安排好才对啊 怎么连预约都没有 何玉琦耐着性子继续问下去 不会吧 我是 你们老板的朋友林先生介绍来的 你再查查 周涛也把林贤的名字说给了他听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 但是能让周涛以兄弟相称 林贤也不是一般人才对 前台小姐姐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没有查到 他猜到何玉琦说的林先生是林贤 不过在员工们看来 林贤也只是赵英俊找的一个小白脸 所以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那能不能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啊 我确实是找他有事要谈的 前台小姐姐看看时间 苦笑道 不好意思 总裁现在肯定在开会 我不敢打扰 赵英俊的行事风格 在公司里是鼎鼎有名的 现在赵英俊正是为代言人一事上火的时候 谁吃拧了敢去碰这炸弹 但前台小姐姐也不敢委屈了这位神秘来宾 要不和小姐 你在接待室里坐一会儿 等总裁开完会 我再去帮您通知一下 何玉琦心里都要气炸了 他什么时候被这么对待过啊 到哪里去接代言 自己虽然是干活的一方 但是甲方公司都是把自己当上地供着的 现在来这里 反而还要等 但是 想想周涛的主妇 他还是生生厌了下去 好 我先去等 会议室里 赵英俊的坐在一张圆桌的中间 桌子前还围着三四十号人 他们都是MX公司的大小管理员 为了群策群力 都已经上阵提建议了 只是进度还是不理想 不行不行 这个办法也不好 赵英俊又一次否决了策划部的方案 策划部的负责人低下了头 不再吭声 不是赵英俊要求苛刻 为了赶上发布会 他已经放低了标准 既然没有合适代言人 搞出一些合适的活动方案 能够心眼求就行啊 但问题是很难 非常难 雷浩龙对MX公司的封锁和打压 已经可以说是东海商业史之罪了 想要找出合适的方案 那实在是难如登天 赵英俊看着死气沉沉的会议室 心如死灰 看来这样下去 还是不行啊 赵英俊闭上眼 随后睁开 看着在场的人 我给了你们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 你们最后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公司现在出了困难 你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此时此刻 他觉得林贤吹牛皮的行为 都比这些人要强百倍 至少有人敢在他面前怒对雷浩龙 还说自己可以有奇招 但他精心培养的部下 在雷浩龙的威逼力诱下 都已经跟自己离心离德 实在是耻辱啊 在场的人无意答话 都是默默地盯着桌子 赵英俊叹了一口气 说道 休息15分钟再来开会 都挺好了 今天不拿出办法来 谁也不要想离开公司大门 说完 他起身开始往门外走去 一出门 前台的小姐姐就立刻迎了上来 赵总 赵英俊心里正烦着 随口答了句 你要干嘛 前台不在 自己岗位待着 跑来这里做什么 如果这个小姐姐 没有让他满意的答复 下一秒 赵英俊的怒火不可想象 前台小姐姐小心翼翼地说道 有一个姓何的小姐在等您 她说是林先生介绍来的 姓何的小姐 林先生 何预期 林贤 想到昨天跟林贤的赌约 赵英俊的脑子 瞬间蹦出了两人的名字 不会吧 赵英俊瞪大了眼睛 人呢 前台小姐姐有些害怕 折指外面 在 A3接待室 赵英俊往外走 说道 带路 快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吧 林贤真的把何预期给叫过来了 从昨天开始 刚好一天 可是林贤不是拿着钱 去凤凰酒店里 花天酒地了吗 她怎么会成功呢 一系列的问题 不断出现在赵英俊的脑海里 她想给林贤打个电话确认 但是手机拿出来的一刻 她又开始犹豫了 赌约输了 她可是要下跪的 而且现在 也没时间了 赵英俊三步并坐两步走 已经到了接待室的门口 赵英俊礼貌地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进去 何小姐 你好 门打开后 没有戴墨镜的何预期 正在刷手机 赵小姐 美女们总是会相互关注的 赵英俊的美貌与才华 何预期平日里刷那么多八卦 不可能会忽视 何预期很诧异 这公司 是你的 赵家的长孙女 怎么会经营这么一家 没什么名气的时尚设计公司呢 赵英俊一看是何预期 心跳急速加快 不是因为何预期是大明星 而是她知道 林贤赢了 两位美女握了握手 随后坐了下来 何预期有些羡慕地看着天生丽质的赵英俊 感叹 幸好赵英俊打算靠才华吃饭 否则自己可能现在都没混出头来 赵英俊小心地问道 那个 何小姐你来我们公司 是为了什么事啊 何预期笑道 赵小姐 看您说的 不是林先生叫我过来当你们的代言人吗 第58章 我说一个小事有什么问题吗 何预期的话 不至于在赵英俊的脑海里 丢下一颗炸弹 是真的 林贤真的做到了 她真的把何预期请了过来 赵英俊表面上依旧波澜不惊 问道 是林贤叫你来的吗 何预期点点头 不错 正是 她说 你们公司正确代言 我就毛遂自荐了 没想到她真的 给了我这次机会 这套说辞 是周涛教的 娱乐圈里的金主和女明星 虽然干的是不好听 但还是要面子的 直接说是周涛叫来的 传出去还是不好 而且 周涛打算 让林贤的功劳放大一些 何预期不是请来的 是求林贤才能来的 赵英俊双肩不自觉地抖了一下 又是一个暴击 何预期说的是 毛遂自荐 天哪 林贤的能量 究竟有多大 赵英俊笑了笑 这样啊 真是太感谢您了 那么这次的代言细节 您都知道了吗 何预期摇摇头 林先生说了 一切听您的安排就好 至于代言费用 我也不用了 代言的报酬 周涛已经给了 免费给MX代言 则完全是看在了林贤的面子上 就冲林贤帮他找到了罗玉这个关键证人 周涛背地里花多少钱都觉得值得 免费 若不是赵英俊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此时怕是已经叫了出来 林贤啊林贤 你究竟还要创造多少奇迹给我啊 这可是何预期啊 国内一线隐星 炙手可热的大咖啊 居然愿意免费代言 这要是说出去 不用代言MX都可以成为业界传说了 赵英俊稍微平复一下后 微笑道 何小姐哪里的话 我们怎么会让您免费打工呢 价钱 我们一定会给 何预期连忙摆了摆手 不不不 赵小姐 您要是给钱 这个活我可不敢接了 林先生说了 好了 我知道了 赵英俊担心何预期又说出什么惊人之词 再次把林贤的强大展现在自己面前 他可就真的受不了了 于是 经过半小时的畅谈后 赵英俊让助理 拟定了一份合同送过来 何预期是看都没看 就直接签了字 又是一阵交谈 赵英俊亲自送何预期到了楼下 等何预期的车子走远后 赵英俊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给林贤打电话 通了以后 赵英俊立刻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 是我啊 林贤好像在忙 说了句 嗯 怎么了 赵英俊笑得非常开心 何预期来了 跟你说一声 亲爱的 你真棒 林贤又淡淡地说了句 哦 哦 赵英俊感觉不对劲了 自己这样开开心心地报喜讯 林贤就这个态度 而且还是说哦 这个词在现在的汉语语境下 可以说是要多冷漠 就有多无情 赵英俊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干嘛呢 怎么就这么回答我 林贤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叫了一声 啊 赵英俊梦了 以为林贤出了什么事 关心地问道 林贤 你到底怎么了 出事了 刚刚的叫声可不一般啊 难道说 是雷浩龙派人 去找他麻烦了 但随后 电话那一头 就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女声 先生 这样舒服吗 哄 赵英俊一下子握紧了拳头 林贤 你到底在哪里 林贤这边 正趴在一张柔软的按摩床上 整个房间装修奢华 设备从焊针机 自动按摩椅到饮料茶饮一应俱全 光线十分暧昧 一个身材容貌娇好 丝毫不逊于网红脸的女孩 正在给林贤按摩 女技师的身材 属于特别有亮点那种 该有肉的有肉 该瘦的地方如腰 腿都比比例刚刚好 林贤戴着蓝牙耳机 趴着接赵英俊的电话 怎么了 好端端的激动什么 吃醋了吗 她知道女技师刚才的询问 还有自己因为舒服而发出的叫声 已经让赵英俊误会了 但她还是不避讳 也没让女技师的手停下 林贤就是想看看赵英俊的反应 何玉琪已经到了公司 赵英俊也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厉害 从开头的几句话 林贤也知道 赵英俊现在心里 正对自己产生了一丝爱慕之情 听到刚刚的动静 能不炸啊 但我就是要看看 你会不会吃醋 之前在办公室不是很勇吗 说自己不会吃醋吗 赵英俊已经在电梯里了 走了几步路 她也冷静不少 呵呵 一声冷笑后 赵英俊说道 现在还这么早呢 就去找女人 这么耐不住寂寞啊 林贤针锋相对 说道 是啊 谁让我正年轻呢 其实林贤就是想来按摩放松一下 这几天练习格斗 又帮赵英俊跑了这么多次腿 她早就想放松一下了 只是她不会告诉赵英俊实话的 听赵英俊说话的这个调调 蛮有意思的 赵英俊冷冷地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结束 来公司一趟吧 林贤看了看墙上的时音中 说道 蓝说 可能还要一个小时 她刚刚才来 怎么可能很快结束 赵英俊捏紧了拳头 催了口 放屁 吹牛吧 你叫 说完就控制不住地挂了电话 这下轮到林贤猛了 吹牛 我怎么又吹牛了 后来她想明白了 肯定是赵英俊误会了 女技师那引人误会的问句 加上自己 说一个小时 赵英俊可能是以为那种的一个小时 林贤苦笑一声 女人啊 来到MX公司后 林贤再次禁止走进了赵英俊的办公室 宝啊 你们的合同签完了吧 林贤笑眯眯地看着赵英俊 但赵英俊没有回答 而是抬起了二郎腿 审视地看着林贤 那眼神 不单单是要把林贤看穿 还要把林贤杀死一般 林贤摊开手 干嘛这样看我 我今天不帅吗 赵英俊忍不住了 他说道 你刚刚 究竟是去找了什么女人 不怕得病啊 林贤差点被绷住 只是笑了一下 你这样子 还说不吃醋呢 赵英俊则脸红地说道 谁吃醋 我是怕你把不干不净的东西 传染给我 林贤摆摆手 行行行 这些之后再说 你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说完 他后退一步 指一指面前的地面 来 跪下 道歉吧 第59章 对不起 我错了 愿赌服输 林贤当初和赵英俊说好的 如果能够请来何遇其当代言人 那赵英俊就要下跪认错 反之就是林贤下跪 不仅如此 赵英俊还答应 以后不会吃醋 吃不吃醋这个以后再说 但是下跪还是要现在履行的 林贤不是非要羞辱赵英俊不可 只是想要告诉他一个道理 不要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否则的话 可是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的 林贤相信赵英俊是会履行的 因为赵英俊的争强好胜 是超出常人想象的 这样的女人肯定也是言而有信 老板捉后的赵英俊 此时懊悔不已 早知道他就不该赌的 就是要赌就好好地赌 不要轻易加注吗 他从没想过林贤这么厉害 能力这么大 他不就是个私家侦探吗 除了消息和情报来源广一些 还能有什么作为 现在想想 他真的好想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巴掌 五千万 赵英俊喊了一个价 觉得能够用钱让林贤放过自己 林贤拒绝得也很干脆 我不要 你的小心思 我还不理解 以为用钱就能随处随地收买我 不好意思 你还没看透我的本质 要钱 只是我的保护色罢了 赵英俊咬了咬牙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可他赵英俊的膝下 可是一座金库啊 赵英俊语气软了起来 就不能商量 商量一下 林贤笑了笑 假如我输了 你会跟我商量吗 假如林贤输了 赵英俊不仅要他下跪交钱 林贤还会狠狠地教育自己一番 让自己以后少吹牛 做好一个工具人的义务 赵英俊还不死心 七千万呢 林贤无嘴一笑 好了好了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不逼你 逼迫本来就不是林贤喜欢做的事 能看到赵英俊这样纠结和痛苦的表情 林贤觉得已经写赚了 赵英俊此刻非常难受 想到要给林贤下跪 他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本来他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林贤通过这件事和之前的事 都证明了他的能力 在送走何与其后 赵英俊也开始怀疑 答应过林贤以后不吃醋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这样强大神秘的男人在自己身边 如果被其他女人吸引 他真的能够受得了吗 但是 在接到林贤的电话后 他一下子就将林贤的印象给拉到了最低 因为林贤居然去那种地方 和那种女人寻快活 在联想他之前去凤凰酒店那种风花雪月的地方 他就更加恶心 有病吗 这么有钱 你去包养的大学生 我都算你是有追求 越想越气 这也是赵英俊觉得自己 不能给林贤下跪的原因之一 实在太 太恶心了 算了 林贤干脆地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准备离开 这不是欲擒故纵 而是他真不打算逼迫赵英俊 如果他想逼迫 赵英俊现在早就是他的人了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 赵英俊盯着林贤的背影 咬了咬牙 站住 林贤停下来 扭过头 还有事 赵英俊起身 缓缓走到了桌子前 我只是想告诉你 赵英俊 不是言而无信的小人 至少不是你这种小人 就是输了 他也要让林贤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林贤也知道赵英俊说的小人是什么意思 但他也懒得解释 不还是在斥自己的错吗 赵英俊弯下腰 把自己的高跟鞋给脱了下来 露出了雪白的一双美足 只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而已 林贤知道 赵英俊此时此刻还在做思想斗争 所以看着更加有兴致了 他甚至有点想拍照录视频 就在此时 赵英俊的手机响了起来 林贤绅士地指了一下 请便 我这边不急 赵英俊瞪了他一眼 又不是你跪 你当然不急 拿过手机一看 是赵英俊打过来的 喂 英俊 什么事啊 赵英俊的语气有些着急 姐 姐夫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现在楚家的人在查他 好像还在派人跟踪 赵英俊看了林迅一眼 醋眉道 你说什么 仔细点说 赵英俊说道 是这样 我刚刚发现 除了雷后龙的人外 跟踪林贤的人又多了一批 今天上午 姐夫刚刚来我这里做按摩 出来后 居然有两伙人坐后面盯着 赵英俊感觉 脑子一阵嗡嗡作响 英俊 你再说一遍 赵英俊感觉奇怪 老姐的记忆力 不是一直很好吗 我说楚家的人在查他 不是这一句 赵英俊问道 你说 他去哪里做的按摩 赵英俊纳闷了 就我这里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赵英俊愣住了 问道 你 你确定你没弄错 他是去那里做按摩 赵英俊开的店 提供的都是正规服务 这一点赵英俊 还是清楚的 赵英俊有点摸不着头脑 老姐 这关注的重点不对啊 是啊 就是我这里啊 是姐夫说他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 想要做个按摩桑拿舒服一下的 老姐 你快问问 是不是姐夫是不是遇上什么大事了 知道了 就这样吧 赵英俊挂了电话 然后整个人久久无语 赵英俊觉得 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同时又有一种愧疚和羞涩 原来 他没有去乱搞 不是自己想的那种按摩 而是去按摩了 这一刻 神秘莫测 而深不可测的林贤又回来了 不过他想到一个点 开始重新生起 你 你骗我 你故意的 是不是 自己从上一通电话开始 直到刚刚 都在明示暗示林贤 是去找不三不四的女人谢欲了 可是林贤没有一点辩解 甚至不去主动提起 让自己更加误会 他一定是故意的 下跪不够 还要看自己出仇 林贤则笑了笑 我故意的 我故意什么了 赵英俊瞪了他一眼 你 你好无赖啊 扑通 赵英俊干脆地下跪了 低下头 很顺畅地说了句 对不起 我错了 第六十章 再打个赌吧 看着下跪的赵英俊 林贤忍不住笑出声 错了 错哪了 赵英俊抬起头 死死地瞪着林贤 警告你 别过分啊 然后 他准备站起来 一双手突然过来 伸到他的嘎吱窝 从下网上 将他给提了上来 赵英俊被林贤拉起来后 不由得脸颊飞红 这家伙 力气这么大的吗 自己当然不是胖子 不过因为身高和身材丰满的原因 体重还是有的 林贤的双手非常有力 抓着赵英俊跟抓一个娃娃似的 丝毫不费劲 神秘 强大 而且非常有力量呢 赵英俊捋了捋头发 踢着高跟鞋 回到老板桌后面 一边穿鞋一边问 楚家的人在跟踪你 这是你知道吗 林贤摇摇头 不知道 但是他并不意外 看来楚亚云还是没有忍住好奇 这就开始查自己了 不过他再怎么查 想必都是没有头绪的 因为通过手机号码 他只能是通过实名资料 查到自己的住处 和之前的一些社会关系 但这些 都跟他现在的财力不相匹配 可能已经开始 自己是不是有后台了吧 那这样查 注定是查不到什么的 就由他去吧 赵英俊冷冷地问道 哼 才一天的时间 又去惹事了 这语气 这口吻 这问句 好像刚刚下跪的不是他 而是林贤一样 林贤怂怂间 你男人这么厉害 会被盯上 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 赵英俊不屑道 真不要脸 我是担心你惹了麻烦 人家来找我要说法 我最近忙 没空理你的闲事 林贤倒也习惯了 他这样的口吻 没有多做辩解 赵英俊感觉到肚子开始空了 又对林贤问道 附近新开了一家杭州菜的餐厅 要不要去尝尝 林贤点点头 走 我也饿了 赵英俊走到林贤的面前 聊起林贤耳边的碎发 这么长了还不减 你是要续发明智吗 语言上很刻薄 但这小小的一个动作 却让他又一次有了种当女友的感觉 上一次是被林贤夺去初吻的时候 不过赵英俊这么做 并不觉得自己是爱上了林贤 这只是为了演得 更像一对男女情侣 而做得酝酿罢了 林贤也没有理会 反而坏坏地问了句 对了 像比你年轻 同时家庭背景不显赫 又没有你有钱的男人下跪 感觉如何呀 这话未免太气人了 赵英俊不动声色地掐了他一下 怎么着 你是要故意挑衅我吗 林贤否认道 不是 我只是想多多了解一下你的心理 毕竟干我这一行 熟悉人的内心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用察言观色技能 就可以一窥赵英俊的内心了 不过林贤并不想那么做 一方面是他不想 这样攻略起来太没意思 另一方面就是 他真的是打算挑衅赵英俊 但他不说 这时 赵英俊突然停下 死死地 抓着林贤的手腕 亲爱的林贤 你是不是觉得我 拿你没有办法呀 赵英俊说完后 精致地脸蛋朝上 让林贤都能感受到他的鼻息了 哦 我有这么说吗 你可不要诬蔑我 林贤则依旧淡定 赵英俊松开他 眨了眨眼 喂 你会不会是爱上我了呀 林贤只是呵呵一笑 喂 你什么时候这么自作多情了 赵英俊却是一副早已看透的模样 悠悠然地说道 你先是反复确认我有没有吃醋 刚刚有那么挑衅我 这不就是你们男人常用的手段吗 通过激怒女孩来让他关注你 真是幼稚 林贤轻声一叹 不要把我和你认识你的男人混为一谈啊 哦 林贤摊开手 我已经是你的假男友了 还需要额外获得你的关注吗 还有 你自己不看看自己 除了长得漂亮外 哪里还有一点女人味 不等赵英俊反驳和对他动手 林贤后退半步说道 虽然你漂亮有钱 但是不代表没有能够跟你抗衡的呀 至少在我认识的女人里 跟你一样既漂亮又有钱的 可不在少数 赵英俊的胸口再不自然地起伏 因为林贤说的话实在有些伤人 不过 林贤在说这些难听的话时 也顺便夸了一下自己 还是漂亮有钱的 属于伤人了 但没完全伤那种 赵英俊也是个精通口才沟通的谈判老手了 林贤这一下给他整不会了 不过他细细一琢磨 又有些阴阳怪气地问了一句 哦 听你这意思 你认识很多女人吗 还有既漂亮又有钱的那种 是不是 赵英俊以为自己 已经将了林贤一军 但其实在他开口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输了 因为想来冷酷沉着的他 居然会因为林贤的直言片语 就掀起那么多的情绪波动 林贤哈哈一笑 这个嘛 你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 总之 哪怕你今天甩了我 我也不会寂寞的 赵英俊不依不饶起来 他又一次抓住了林贤的手腕 说 到底有谁 我倒要看看你的眼光如何 林贤无语道 拜托 赵大总裁 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你不会不知道 有种东西叫隐私吧 赵英俊冷笑一声 哼 我看你是说不出来了吧 不如我教你说 现在楚家不是在调查你吗 你干脆说是 楚雅云看上你算了 这只是个玩笑 而赵英俊提到楚雅云 也很非常简单 因为楚雅云实在太有名了 只要提到楚家 就必定会聊到这个美女继承人 他的名气 甚至比整个楚家都要大 赵英俊也见过楚雅云几次 也都感叹于他的美貌和才华 同属于这类人 他对楚雅云的印象也很好 只是楚雅云的家教慎言 不会轻易发展私人友谊 不然的话 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和楚雅云 做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样真正的世外家人 凡间仙女 怎么可能会看上林贤 这只是赵英俊 用来言语林贤的玩笑话吧 没想到林贤突然微笑着摸了摸下巴 嗯 要不然 我们再打个赌呗 第61章 不可能的任务 再打一个赌 赵英俊想起十几分钟前 自己输给林贤的心理阴影 不由得汗毛耸力 你又要干嘛 林贤笑道 没什么呀 楚雅云现在还不是我的女人 就是想跟你赌一赌罢了 赌她以后 会不会是而已 赵英俊听后 柳眉一皱 心中再次生起了狐疑之情 她已经见识过了这个男人的人脉 能力 还有神秘的背景 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都被这个男人做成了可能 只是 楚雅云这个事情 就不是人脉可以解决的 因为楚家在调查林贤 完全可能是因为 林贤这几天的表现有些亮眼 或者背着自己做了什么妖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调查呢 直接登门拜访 不香吗 搞不好 楚雅云还不知道 有林贤这么一号人呢 其实就算是知道 或者楚雅云跟林贤认识 有几年 甚至是十几年的交情 楚雅云都觉得 林贤在胡说八道 而且一点希望都没有 没有别的原因 而是赵英俊对楚家 尤其是楚雅云的父母有信心 不会被林贤这样无权无视 来路不明的男人蒙蔽 而交出自己的宝贝女儿 楚雅云在东海市的名头 在一定程度上 比自己都要响亮 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很多人也把自己 和他一起并列为 东海市两大美女 或者干脆说 楚雅云就是第一美女 比自己还要亮眼 赵家和楚家 并没有多少联系 一方面是 楚家属于新兴家族 人丁暂时不忘 没什么联姻之类的往来 二来 赵家的产业 多集中在能源 房地产等旧产业 而楚家集中在新媒体 互联网一类的新兴产业中 两家的交集确实不多 可是被比较得久了 加上楚雅云和楚家的生意 与名声逐渐有了声色 赵英俊和赵家 想不知道关于楚家的故事 也难 楚雅云的父亲 也就是东海的巨父 楚天早年间 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 楚天开始是做一个 公办学校的教师 但是很快觉得 按部就班的生活太过乏味 于是放弃了 在当时被许多人羡慕的 铁饭碗职业 毅然到南方经商 楚天第一站是绅士 当时正赶上开放政策 加上他天生 似乎就是一个做商人的料 开的第一家店 通过卖家店 挣了不少钱 但是后来再一次 偶然接触了 当时很罕见的电脑后 楚天就意识到 将来互联网就是未来 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和财富 于是他毅然卖掉了 经营良好的家电铺子 关起门来 自学起了计算机和编程 很快 他挣的钱都慢慢花光了 楚天就出去打零工 慢慢的他 终于开始做起了自己的程序 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打拼 楚天成立了现在的 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整个楚氏集团的基础 天下网络 可以说是很多 互联网人才的培养基地 许多现在 名阳国际国内的 IT人才 互联网大公司老板 都曾经在天下网络任职 也有人说 天下网络是 龙国互联网的军校 因此 在互联网这一行业 不光是东海市 国内的那些大佬 见到楚天 都要叫一声老师 对他的女儿 更是不敢怠慢 楚雅云是楚天夫妇的 掌上明珠 楚天的妻子 来的也不一般 她不是嫁给楚天成豪门 她本身就是豪门 前几年 米国那边 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 导致国内也受到波及 天下网络的资金遇到困难 是楚天妻子的父亲 也就是楚天的老丈人 一挥手 就注资了十亿美元 解决了燃眉之急 生下楚雅云后 楚天夫妇 极为重视对他的教育 楚天曾经说过 我一生只有两个杰作 一个是天下网络 一个是我女儿亚云 对于楚雅云的教育 楚天夫妇格外重视 在上高中前 楚雅云没有上过一天学 因为是请了家教单独辅导 楚雅云的家教团队 堪称豪华 都是国内外的知名教授 其中一位还得到过诺奖的提名 而楚雅云也不负众望 在16岁那年 参加了燕大的自主招生考试 以超过第二名 整整30分的佳绩 成功入学 不仅是在学业上优秀 楚雅云也和父亲一样 对于编程非常感兴趣 还未成年时 楚雅云就自己编辑了几个小游戏 上线后口碑都不错 深受玩家喜爱 20岁楚雅云 完成了他人生中 第一个网游项目 其情节和可玩度都非常高 开赴一个月 就达到了100万的流水 每月获利在500万以上 可以说 楚雅云是顶着光环出生 也无愧于光环的天之骄子 再说到 楚雅云的择偶问题上 楚天夫妇更是慎之又慎 因为从小就缺少跟同龄人相处的经验 楚雅云没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除了跟几个亲戚小孩认识 他的社交圈子就非常有限了 在楚雅云22岁的时候 楚天夫妇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 没错 楚雅云这样优秀的女孩 居然还要相亲 只不过楚天夫妇对自己故意的标准 听了都会让正常男人为之胆寒 外貌好 性格好 体贴会照顾人 能让楚家看着满意这些只是基本的门槛 首先 要门当户对 如果家里资产低于10个亿 就不考虑了 其次 光是有钱不行 你得有本事 不是啃老的废物富二代 自己没有公司 或者半个公司还会亏钱 那也滚吧 最后一点 楚天夫妇要求楚雅云的男人 必须要相恋三年以上 才能跟女儿有X生活 以上种种 缺一不可 所以 这次相亲并不顺利 少数几个对楚雅云 实在爱得不行的 签了保证输入了为后 也确实跟楚雅云见了几次面 就在要宣布 楚雅云想和哪个男生进一步了解时 楚家又有条件了 那就是 这个男人必须要入赘楚家 还得改姓 这一下 基本上是个人都不能忍了 于是很快 这次的相亲 就以闹剧收场 楚家也没有再想过这事 到后面 连楚天都不承认自己 给女儿相亲过 思前想后 赵英俊觉得 楚雅云这样的家庭 林贤肯定搞不定 好 我赌 第62章 赌约是什么 林贤又笑了 这个赵英俊 你很有吗 你真的想好了吗 这次还要跟我赌吗 赵英俊又想了想 依旧点了点头 楚雅云爱上林贤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 甚至可以忽略的 她觉得有三个原因 一 楚家绝不可能让林贤这么一个 整天无所事事 还靠卖别人 黑料为生的小混混一样的人 成为楚家女婿 二 楚雅云是天生的女强人 在父母的影响和管制下 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跟家里对着干 所以 就算她爱上林贤 两人也不可能在一起 三 林贤这样的人 说她找小姐 赵英俊信 说她人脉天下通达她也信 说她有本事 背后有大佬支持她也会信 但是入坠这件事 林贤如此有能力的男人 肯定干不出来 哪一个原因单独拎出来 林贤与楚雅云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赵英俊认为 这次打赌 她没有理由会输 林贤摇了摇头 哎呀 你就不怕这次又输了 然后精神崩溃 怀疑人生吗 赵英俊动手往她胸口捶了一下 说道 少废话 说吧 具体怎么赌 赌什么 二人已经走到了地下停车场 林贤笑着打开车门 我怕你这次受不了啊 这次我的要求 可是很过分的哦 赵英俊拉开车门后 不屑道 呵呵 是你怕了吧 我既然说赌了 就不会怕你 林贤系上安全带 悠悠地说道 你还有一次后悔的机会 赵英俊见她这样 更加笃定 她是不敢赌的 于是自信道 难道是你怕了 林贤微笑道 我不怕 我怕你怕而已 好 那我就说了 我们就赌三天内 我能不能追到楚雅云 顿了顿 林贤补充了一句 我说的追到 是楚雅云死心塌地地跟着我 而且还愿意跟我私奔那种 三天 私奔 楚雅云 赵英俊觉得 林贤真的是在滑天下之大鸡 白日做梦 做神经了 以楚雅云的家庭和家教 会选择跟她私奔吗 赵英俊先是冷哼了一声 又说道 林贤啊 我给你三十天如何 就是给你三年 三十年 你都不可能做到 林贤却拒绝了 还很干脆 三天 就三天而已 赵英俊发动汽车 说道 好好好 三天就三天 我就看你怎么说 那么 赌注是什么呢 林贤很大方地抬起手 女士优先 你先说 赵英俊丝毫不客气 说道 好 你要是输了 我要你给我跪下认错 还要磕头 为了解气 这个霸道女总裁 已经是不管不顾了 林贤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但是她却迟迟不说 自己想要的赌注 只是在那里投笑 赵英俊有种不祥的预感 问道 你倒是说啊 我赌输了 你要什么 虽然她觉得自己完全不可能输 但她还是好奇林贤想要的 林贤只好是勉为其难的开口了 我想要的呀 那就 当我想要你的时候 你就过来满足我如何 我也不多要 一百次就想 听了这话 赵英俊响一脚刹车 把林贤从车窗外面丢出去 流氓 林贤怂怂肩 你不答应就算了 我也不逼你的 赵英俊自信一笑 我答应 因为你不可能赢 就算你有再强大的情报网络 有再多人的黑料 就算你有 楚天夫妇的黑料都没用 楚天夫妇视女儿为珍宝 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名声 而葬送女儿的幸福 所以 林贤唯一的取胜道路 已经被堵死了 她不可能有机会 堵约已经定下 赵英俊感觉 心情好了不少 一想到三天后 自己下跪的耻辱 就可以加倍奉还给林贤 她怎么不开心 于是 接下来 二人有说有笑 那亲密的样子 谁看了都会觉得 是热恋中的情侣 来到餐厅后 因为是全新开业 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客人并不算多 离公司远 也没几个认识赵英俊的 赵英俊点了东坡肉 鱼头豆腐 西湖醋鱼 还有一道龙井虾仁 得知这家餐厅 还有粤菜后 又点了一份蒸风招 白酌生菜 心情好 胃口就是好 一边吃 二人也聊起了咸天 赵英俊想到赌约 还是美滋滋的 他突然问道 林贤 你看过 红楼梦吗 林贤点点头 当然了 你想问什么 赵英俊用嘲笑的口吻笑道 那你知道其中一段 贾母是怎么评论 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的吗 林贤听后 扑斥一声笑了 他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闲得无聊 就一直看书 刚刚赵英俊说的 可是 《红楼梦》里经典的一段 他怎么会不知道 贾母当时是不是说 这些个才子佳人的故事 都是一个母版里刻出来的 说佳人必是书香门第 父亲不是尚书 就是宰相 生一个小姐 必是爱如珍宝 这个小姐也是绝代佳人 只因见了一个面貌清俊的男人 就想起终身大事 是父母也忘了 书里也忘了 哪里有佳人的模样 这些故事 不过是些酸腐文人 自己歪歪出来的 林贤喝了一口茶水 继续说道 你是想说 楚雅云家教严格 对父母感情极深 是真的佳人 不可能看在我长得帅 又有才华的份上 轻易爱上我 甚至抛家忘祖 觉得我是和那些酸文人一样歪歪 是不是 赵英俊起先是很惊讶的 本以为林贤是个不爱读书 不爱学习的学渣 只是通小人姓才 有点小聪明 才当了私家侦探 没想到说起这些 居然如数家珍 他满意地点点头 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 或者听不出这一层的意思 那么林贤也无法引起 自己的兴趣了吧 你既然知道 为何还要自取其辱呢 赵英俊眨眨眼 不如你现在认错 或许我不用你磕头 林贤笑了笑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一旁突然出现了粗犷的男生 宝贝 你看这里如何 新开的 还是杭州菜呢 我以前出差去吃过几次 来尝尝 一个戴着棒球帽 体态已经发福 但是面容还算过得去的中年人 正搂着一个露出相间的女人 无比轻易地挑着情 第六十三章 赵英俊的忍让 女孩看了看餐厅周围 当着询问点餐信息的服务生说道 哎呀 人家还以为你带人家去吃西餐呢 害得人家穿那么漂亮 吃这种油油腻腻的东西 早知道不穿小裙子了 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说道 好了好了 不就是条裙子吗 一会儿你看上哪条 我都给你买 好不好 女孩立刻换了副笑脸 真的 你说的呀 我还要买包包 中年男子大手一挥 买什么都行 只要宝贝开心 因为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林贤和赵英俊 还有周围的客人 都忍不住往他们那里看了一眼 中年男子手里 带着一款百达菲力的新款 价值数百万元 应该是身家不菲 女孩虽然年轻 也有几分姿色 不过脸上的妆容实在太浓 给人一种磨皮过度的即适感 二人说话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大 若是一般的聊天也就罢了 两人的谈话内容堪称虎狼 宝贝 一会儿我们去酒店里游泳怎么样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新泳衣哦 是吗 跟我身材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 宝贝你 是我见过最漂亮最性感的女人 女孩嘟起嘴 摸着自己的胸口 脚柔造作道 少来 是不是想要干人家 中年男子露出猥琐的笑容 宝贝你不仅漂亮 而且还很聪明 隔壁桌的赵英俊忍不住了 他感觉自己一桌的美味 都被这两个人给搅了 赵英俊转过头 小声地问了一句 我说 这位先生 你能不能说话的声音小一点 中年男人起先非常生气 他一拍桌子 谁呀 敢教训老子 你也不看看 老子是谁 老子 正要往下说的时候 中年男人看到了赵英俊的脸 中年男人 看得都快流口了 世间居然有这样的美女 不好意思啊 是我们不对了 我一定会注意的 会注意的 不仅是像赵英俊 中年男子还向周围的客人都道了歉 刚刚还满口 老子长 老子短的 这会儿却一副十分有教养的样子 但有一样没有变 那就是中年男子看赵英俊那色眯眯的眼神 赵英俊也明白 他的转变并非出自本心 而是出自下半身自然更加厌恶 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这边中年男子道歉完 他对面的农庄女孩倒是看不下去了 是个人 只要不瞎 都能看出中年男子心里想的是啥 我说你 当当看什么呢 中年男子连忙解释 宝贝 我没有看什么呀 确实是我们错了吗 公共场合不该大声喧哗的 女孩怒道 什么鬼 明明就是 你看到别的女人好看 这才开始装的 中年男子又开始哄 不是的 宝贝 我眼里只有你一个呀 女孩不服气的一拍桌子 开始瞪着赵英俊 你看上的 是不是这只骚狐狸 你看这样子 准是干什么销售的 说不定早就让人上到想吐 下面都发臭的玩意儿 你也不嫌脏了 说的话是这样 但其实女孩是很嫉妒赵英俊的美貌的 她是在外貌气质上没有可以攻击的点 所以只能是看她穿了一身正装 就联想她是那些通过肉体换取订单的销售 赵英俊本来就够烦了 现在听到这个女人泼的脏水 更是心烦意乱 保镖就在不远处 她打算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警报器 准备叫保镖进来 但是 就在要按下的一瞬间 林贤却握住了她的手 赵英俊很不解 干嘛呀 你要 林贤看出赵英俊的意图 然后笑了笑 不用这样兴师动众 而且 你治标不治本 还是交给我来吧 赵英俊又纳闷又好奇 你来 难道你认识她 林贤只是笑 拿出了手机没有说话 再看到中年男子的一刻 林贤就已经知道了 她的黑历史和资料 姓名 卢大为 年龄 38岁 电话号码 133XXXX4477 黑历史 一当年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 交了一个富家女朋友 然后在啪啪啪前 故意刺破了套 导致对方怀孕 于是开始入坠到对方家里 开启了吃软饭的道路 但这一条 就足够了 林贤放大了黑历史细节后 得知了卢大为的原配夫人的消息 这一看不要紧 还真的有意外收获 卢大为的原配夫人叫尹秀珠 虽然说不上多有钱 但是家族非常有背景 现在林贤手上 已经有了尹秀珠的电话号码 那接下来干什么好呢 当然是好好地报复一下了 于是 林贤给尹秀珠发了一条热气腾腾的短信 尹女士你好 我在东葫芦的杭州时光里 看到你老公在和别的女人约会 现在来还能看得到 说完 他把手机放下 对赵英俊说道 好了 等消息吧 赵英俊虽然看不懂林贤的操作 不过想到林贤之情的种种成绩 也就相信了他 暂时忍下了这口气 切 被我说中了吧 他就是个烂货 我看人就是准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见到赵英俊没有反抗 也没有一点点反应 农庄女孩反而越说越来劲了 对对对 宝贝说的都对 是我错了 我该好好珍惜宝贝的 来亲一下 中年男子见事情都这样了 也只好是顺着情人往下说 毕竟能够解决 他现在浴火的 就只有他了 赵英俊再好看 自己也不可能马上掉到手啊 赵英俊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对这样的小角色 并不上心 所以表面 还是保持了冷静 与该有的风范 苍蝇也恶心 他的做法 是杜绝苍蝇出现的环境 另外就是 惹到自己就拍死 现在这两只苍蝇在旁边 要不是有灵弦拦着 他已经让保镖亲出去 好好管教了 龙庄女孩见赵英俊 真的不是缓口 更加来劲 你看他 还跟一个小白脸约会呢 那个小白脸 也真是没用 长得一副好皮囊 也是个耸货 草包 第六十四章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被女孩说了这么多 林贤是半点反应没有 还是吃菜加喝汤 一只蟑螂快要被踩死了 你还不许人临死前 叫唤几句吗 林贤要忙的事情太多 得罪的人也多 每个都回应一下 自己早就累死了 不过 他也没打算闲着 林贤突然对赵英俊问了一句 你怎么看待男人 当上门女婿这件事 赵英俊先是一愣 随后想着 林贤应该是在问楚雅云的事 因为楚雅云的父母 对姑爷的要求 就是必须入坠嘛 没什么看法 就觉得很不算男人 但凡是有点 稚气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去做到插门呢 林贤笑了一下 抬起二郎腿 靠着椅背 又抬高了音量 人格有志 再说了 人家就不可能是 为了真爱吗 你也不要太男女不平等了 女人 可以嫁给男人 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女人呢 赵英俊有些奇怪地 扫了林贤一眼 怎么的 你还真的想当个上门女婿呀 你就是想当 楚家还不让的 好吧 这可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本来婚姻和恋爱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真正的平等 就是谁也不靠谁家里的 用自己双手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谁也不要隶属于谁 倒插门和上门女婿 不排除有真心相爱的 但大多数都是吃软饭的 独立自强 是写进赵英俊骨子里的东西了 他最看不惯 要靠别人脸色过活的人 林贤点点头 嗯 有道理 我同意 我有一个朋友 不惜用骗人的方式 去当上门女婿呢 你想知道 是怎么骗的吗 赵英俊摇摇头 怎么骗的 林贤笑了笑 声音的音量 却丝毫不减 他在一次该做安全措施的时候 故意把套子给扎破出了几个小口 结果把女孩的肚子倒大了 赵英俊听后响吐 捂着胸口 好恶心的人啊 林贤又笑道 他这种行为 让我想到一个歇后语 那就是使客浪追着拉西的 下定决心要吃软饭 周围的客人听了这句俏皮话 全都哈哈哈哈笑起来 有几个还差点把饮料给喷出来 赵英俊柳梅倒树 但忍不住笑了出声 碰 只听一声巨响 所有人看了过去 原来是卢大为他自己上前 用力地拍了一下林贤他们桌面 卢大为轻轻爆出 脸仗成了猪肝色 X你X的 没完了是吧 在这里挤对谁呢 刚刚林贤说的故事 不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吗 包括他和赵英俊说的 关于上门女婿的事情 也都是字字如刀地扎在了他的心里 林贤依旧淡定地微笑 这位先生 您这么激动干嘛 我们有挤兑谁吗 好像也没有说你啊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其实林贤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就是在挤兑卢大为这个无耻的 软饭男家上门女婿 赵英俊和其他客人也都觉得奇怪 明明就是在闲聊而已 这个 男人这么激动干嘛 答案只有一个 他慌了 他心虚了 卢大为一下子才意识到 自己唐突了 过于激动了 是啊 自己那样子 跟默认有什么两样 连他带过来的那个农庄女孩也皱眉 卢大为 你是上门女婿 你不是说你有自己的公司 很快就要跟老婆离婚了吗 农庄女孩是知三当三 卢大为答应过 会尽快离婚 并且拿到大笔财产后跟他在一起 可没说 他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啊 卢大为要真的是上门女婿 那自己岂不是给一个窝囊费当小三 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吗 卢大为开始否认 不不不 我不是 我绝对不是 宝贝 你可不要乱想 林贤笑着开始补刀 你不是那你激动什么呀 看你这阵势 好像我们还挤对了你一样 我们要是真的挤对了你 那你不就是个吃软饭的上门女婿吗 卢大为眼睛瞪得跟得了假亢一样 感到一阵气氛 胸闷气短 也就是这时 餐厅又走进了一群人 几个穿西装的保镖列队两边 从一辆别克轿车上 走下来一个身材中等 风韵犹存的妇人 即便已经快到了徐娘半老的年纪 可是妇人的气质还是在的 看一眼也能自然联想到 她过去肯定也是个知书达理的大美女 她就是卢大为的原配夫人 尹秀珠了 卢大为一看到尹秀珠 当时就膝盖发软 差点就跪了 一下子就缩回了自己的位置 林贤这时在桌下 用脚轻轻踢了一下赵英俊 示意她 好戏就快到了 赵英俊抬起头 看了一眼尹秀珠 惊讶地发现 这位妇人 她认识啊 尹秀珠有自己的公司 是做珠宝首饰的 但生意上不算大红大紫 真的计算个东海富豪榜 尹家和尹秀珠都进不了前二十 不过尹家的辈分和名望很高 楚家 赵家 雷家 都是商界闻名的老前辈 但尹家男H国的华裔 在海外赚了第一桶金后 建国后 当人不让地带资金和技术回国 是公认的元勋和爱国商人典范 论资排辈的话 东海的一把手也要给三分薄面 遑论其他的商股 尹家一门三劫 都为国家建设出过力 到了尹秀珠一带 共有两子两女 尹秀珠是最小的女儿 尹秀珠的大哥现在已经是龙科院院士 二哥则投身于仕途 官至省部 三姐是从事妇女公益事业 把很多女人从家暴 辍学的泥潭里拉了出来 尹秀珠做珠宝生意 也会用钱去资助大哥的研究 三姐的公益 二哥有时需要招商影子 他也帮忙介绍和联络 可以说 尹家是根正苗红 且不完全靠父辈光芒成长的典范 赵英俊非常赞赏尹家 以前和尹家四兄妹都有过会面 对尹家从事的事业还捐过钱 也有过交往 唯一美中不足的 或许就是尹秀珠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女儿 因此在年轻时还不安逝世 特别天真烂漫 天真到被一个小白脸骗了以后 未婚先孕 早早地就定下了终身大事 赵英俊现在很奇怪 为什么尹秀珠会出现在这里 第65章 居然有这么蠢的女人 尹秀珠收到短信的时候 正在开会 不等看完 就直接起身离场 卢大为的花花肠子 尹秀珠再清楚不过了 好几次他都想把卢大为给赶出去 但卢大为总是会跪下来装可怜 然后以孩子为把柄 来动摇自己的决心 前前后后好几次 尹秀珠都选择了相信卢大为 但这一次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尹秀珠一眼就锁定了人群中 瑟瑟发抖的卢大为 卢大为的情人 也就是那个农庄女孩 看出不对劲 以他多年当小三的经历 这肯定是原配来了呀 但到底是当过多年小三的人 他不仅不怕 还非常有底气 之前逼卢大为离婚离不成 现在机会不是来了吗 亲爱的 这是谁啊 你认识吗 农庄女孩过去 一把挽住了卢大为的手 卢大为触电一般推开了他 发抖说道 你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不要乱来啊 农庄女孩被推倒后 拍了拍裙子 起身骂道 我特么的 你居然敢推我 看你这个熊样 一旁的赵英俊都看呆了 居然有这么蠢的女人 他把目光放到了林贤的身上 林贤对这一幕丝毫不吃惊 反而还露出了意料之中的笑容 难道说 尹秀珠是他叫来的 刚刚他拿出手机 就是给尹秀珠发短信吗 赵英俊心里了然了 难怪林贤不让自己当场发作 原来是他有更好的方法去对付这两个狗男女 连尹秀珠都认识 林贤的人脉 果然是很可怕的 面对气焰嚣张的小三 尹秀珠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因为万恶之源 不是这些野女人 是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渣男 小姑娘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现在滚开 我有话 跟我老公说 一句滚开 就是尹秀珠对这个小三的愤怒地表示了 谁知农庄女孩丝毫不领情 双手插腰 干嘛 大妈 你跟谁说话呢 还威胁我啊 这是我男朋友 还说要跟我结婚的 啪 啪啪 几个巴掌瞬间就落在了农庄女孩脸上 苍白无血色的脸 瞬间多了几个红腻 是尹秀珠的保镖下的手 农庄女孩被打猛了 再次倒在了地上 保镖对尹秀珠低下了头 小姐 我冲动了 这些保镖都是尹秀珠父亲选给女儿的 在尹秀珠还是孩子时就跟在左右 叫小姐也是人之常情 也正是这样的关系 才让他们无法无视 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尹秀珠 被人这样侮辱 尹秀珠闭上了眼睛 抬走 是 只剩下了瑟瑟发抖的卢大为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跟朋友吃个饭而已 说完 五分钟前还在林贤桌前发飙 一副不可一世的卢大为 直接跪了下来 他一边跪一边向前爬 抱住尹秀珠的大腿后 开始大哭 老婆 你原谅我吧 我保证 下次再也不敢了 尹秀珠对他 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他先是用力地甩开了卢大为 随后用锐利的高跟鞋尖 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卢大为 我们尹家 没一点亏待过你 你说啊 你现在吃的 穿的 住的还有用的 哪样不是我们尹家给的 你却拿来 去找别的女人 你不是要离婚吗 好 我马上满足你 说完 尹秀珠从手提包里 拿出了一纸协议 卢大为慌了 他连忙哭求道 老婆 我是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啊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看在林林的份上 你再相信我一次 尹秀珠听到这句话 更加生气 他直接往卢大为的脸上 又是一脚 一男一女两个保镖上前 男保镖把卢大为给踢到了一边 女保镖则拉住了尹秀珠低声劝慰 小姐 莫要生气了 尹秀珠死死地瞪着卢大为 拉回去 用什么办法都行 只要他肯签字就好 还有 别让林林知道 林林是尹秀珠的和卢大为的女儿 也是卢大为每次必打的感情牌 保镖们点点头 是 说出这句话 就说明尹秀珠是下定了决心 卢大为也基本上是完蛋了 但是尹秀珠还没有马上离开 他想到的是另一件事 刚刚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来通知他到这里捉奸 但他还不知道是谁 或许 那个人还在呢 不管是想道谢 还是好奇 这个人是哪里来的情报 尹秀珠都想见一见这个陌生人 于是 他顺着号码打过去 叮铃铃 林贤的手机响了起来 尹秀珠转过身 来到林贤面前 是你 林贤微笑着点点头 是我 尹女士 幸会啊 尹秀珠刚要回答 当看到林贤对面的赵英俊后 他又惊住了 赵老板 赵英俊起身 十分恭敬地与尹秀珠握了握手 尹女士 九叔问候了 没想到 在这里见到您了 尹秀珠尴尬一笑 是啊 我也没想到 随后他指了一下林贤 这位是 赵英俊说道 嗯 他是我男朋友 林贤 哦 尹秀珠惊喜地看向林贤 能够获得赵小姐的青睐 你果然是不简单啊 赵英俊的名气也是有的 能够成为他的男友 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实力的证明了 一下子 尹秀珠对林贤会知道那么多消息的事情 也释然了 林贤 我要谢谢你啊 不然我这阵子忙 就被那个老渣男给蒙在鼓里了 林贤笑了笑 路见不平 应该的 你是英俊最敬重的前辈 我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这话一下子把赵英俊和尹秀珠 都弄得心里很舒服 既捧了尹秀珠 也让赵英俊 在尹秀珠的面前树立了一个好形象 赵英俊不由得给了林贤一个感激的眼神 林贤则用手挡住嘴 做了个索稳的动作 赵英俊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 示意他正经点 尹秀珠坐下后 无奈地苦笑一声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都看笑话了 这次虽说尹秀珠控制了一些情绪 但怎么说 都是公开撕破了脸 传出去 可能又要引起一些疯言疯语 林贤摇了摇头 说道 尹女士此言差矣 第66章 系统又送礼了 刚想安慰赵英俊的尹秀珠 一下子紧张起来 林贤说的此言差矣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刚刚尹秀珠这样做 还不够丢脸吗 他也只是准备了一句 过去了就好之类的话 让尹秀珠不要多想 林贤 你说话可要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啊 尹家人虽说没有小度鸡肠之人 但现在 要是现在留下的嫌隙 可还是不好办的 毕竟林贤现在的身份 是知道尹家丑事的人 既然他知道这一件 那么尹秀珠的其他事呢 是不是也知道 会不会和别人说 所以 林贤的地位 还是非常敏感的 尹秀珠认真的望着林贤 林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贤用诚恳的眼神看着尹秀珠 说道 尹女士 你说丢脸 不过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出轨 可他造的孽 为什么丢的是你的脸 是 他是你的丈夫 是尹家的坠序 可他对外包养女人时没有提过这个 除了是 又要跟尹家扯上关系 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话音未落 尹秀珠看林贤的眼神不一样了 特别是赵英俊 他的心中 林贤此刻仿佛有两米多高 林贤继续说道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自己是不爱管闲事的 但是刚才 卢大为代的那个女人 说英俊是出卖肉体的销售 英俊差点就要保镖动手了 幸好我认出了那个渣男是您的丈夫 所以商量了一下 还是问来了号码 交给您来决定最好 英俊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这种事 我就做了 所以 您要是说刚刚让您丢了脸 其实我才是元凶啊 千万千万不要说成是您自己的不是 尹秀珠此刻看林贤的眼神 亲切了百倍有余 原来 林贤会知道自己号码 都是因为赵英俊啊 赵英俊此前见过自己 有自己的联系方式不奇怪 林贤不仅眼明星亮 制止了赵英俊跟卢大为的直接冲突 还主动揽下了所有责任 主动通知自己 不然赵英俊跟卢大为起了冲突 到时候 自己是先反击 还是先道歉啊 都不合适 因为到时候 尹家的面子反而没了 林贤的这条短信 不仅做法得当 考虑得当 而且担当得当 胆大心细 思虑周全 尹秀珠不由地赞叹一句 林先生如此年轻 就有这样的心思 真是英雄出少年 不愧是赵老板的意中人啊 说完 又转向赵英俊 低了下头 不好意思啊 赵老板 给你添麻烦了 赵英俊摆摆手 拉着尹秀珠的手说道 尹女士客气了 这是应该的 尹秀珠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连忙对保镖说了句 把那个废物带过来 我要他亲自给赵老板 和林先生道歉 保镖应了声 以后 马上就出去了 不用两分钟 脑袋上 衣服上 都是血淋淋痕迹的卢大为 被三个保镖给压了过来 看来 为了让卢大为答应离婚 保镖们真的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啊 尹秀珠的眼中 毫无同情之色 怒斥道 你这个不长眼的废物东西 居然敢得罪赵老板和林先生 快 给人家道歉 卢大为抬起头 也不顾三七二十一 自己删自己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求求 赵小姐 林先生 给我个机会 我猪狗不如 这样道歉的话语和方式 实在是有些熟练呢 只是这样的渣男和人渣 不值得人去心疼就对了 赵英俊说 到底不是真正狠心的蛇仙美人 便别过脸去 好了好了 就这样吧 英女士 我觉得不适合让这样的人 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了 英秀珠点点头 给了保镖一个眼神后 卢大为再次被拖走了 林贤全程都淡定地吃着东西 好像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 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享受美食 英秀珠看着林贤这样子 居然有点佩服他 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 你们这次出来吃饭 想必是没有吃好吧 我知道有家西餐厅 他们的牛排不错 我们到那里边吃边聊 说完 尹秀珠又拍了拍赵英俊的手 说起来我们姐俩也好久没见了 一起说说话也是的呀 话都说到这份上 赵英俊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那行都听尹女士的 尹秀珠哈哈一笑 不用叫什么女士女士的 你就叫我尹姐就行 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赵英俊有车 所以跟在尹秀珠的车队后面就好 你很厉害吗 关上车门后 赵英俊上下打量了林贤一番 好像第一次认识他一样 林贤则笑着问道 是不是觉得我很帅 赵英俊发动汽车 吐吐舌头 不要脸 林贤一脸无辜 喂 我刚当那样 把功劳都给你了 为了让你在尹秀珠面前出头 自己甘愿当工具人 就这 你都不敢动吗 其实林贤不单单是想让赵英俊露脸 而是单纯不想让尹秀珠盯上自己 尹家的背景很有来头 如果他们担心自己家族的一些秘密 有被人知道的苗头 那可就不太好办了 林贤不怕被人盯上 只是不想被人误会而盯上 他本来就对尹家没什么兴趣 这次属于误打误撞了 赵英俊连忙说道 好好好 知道了知道了 帅 你今天真帅 行了吧 在他看来 林贤这些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刚刚的一系列操作 堪称是教科书版的高情商操作了 就在这时 林贤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成功利用黑历史系统 助人为乐成功 恭喜宿主 现在奖励宿主 一套价值一亿元的郊外豪宅 请问是否现在解锁 一个亿的豪宅 林贤露出了一丝微笑 选择了暂时不解锁 一栋属于自己的豪宅 以后办很多事都很方便了 林贤舒舒服服地躺下 说道 哎呀 就是口头这么说 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突然 脸颊旁传来一阵温润的感觉 赵英俊来了个袭击 往林贤脸上亲了一下 林贤睁开眼 看了赵英俊一会儿 有喝 他还学会偷袭了呀 赵英俊则刻意不去看林贤 看我干嘛 我脸上有花呀 林贤刚要回答 手机却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后 林贤又笑出了声 接通后 那边传来一个月耳又清冷的女声 你是 林贤林先生吧 我是楚雅云 第67章 你到底醉没醉啊 林贤沉声说道 嗯 我不记得我和你有什么交集啊 有什么事吗 楚雅云打电话了的时间 未免太早了吧 自己是 昨天才见到他 没想到还不足24个小时 楚雅云就过来了 楚家的实力 确实挺强 而这个楚雅云 也是真的沉不住气 想象也是 自己苦心经营的另一副面孔 居然就这么 被人发现了 谁能不着急呢 楚雅云说道 林先生 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好好地见一面才行 或许要谈谈 林薇笑道 不好意思 我不觉得 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还是不必要了吧 如果你是担心 我把自己知道的说出去 那大可放心 我会守口如瓶的 楚雅云的声音 依旧平淡且冷静 他说道 不 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好好地谈一谈 你的那些消息 我想我必须做一个说明 林贤明白 楚雅云已经上钩 然后点点头 行吧 既然你想谈 那就谈谈吧 地点和时间都给你定 如何 楚雅云松一口气 那好 就上午九点 在汤家私人会所 不见不散 林贤嗡了一声后 就直接挂了电话 一直在旁边 听着的赵英俊开口道 谁啊 我怎么感觉是个女人打来的 林贤笑了 干嘛呀 又吃醋 赵英俊不屑道 没有 你不是说打赌赢了 我不能吃醋吗 我就是问问 林贤说道 既然不吃醋 你就不该关心是男是女 甚至不该问的 我这是好奇心 我若是刚刚没听见 你爱和谁说话 和谁说话 赵英俊不服气地说道 林贤见他这样口贤体正直的模样 觉得非常有趣 他想了想 说道 好 那我就说了 其实刚刚是楚雅云打给我的 呵呵 你就吹吧你 赵英俊不屑一笑 虽说楚家是在调查林贤 但未必就是楚雅云在指使 就算是楚雅云在查林贤的话 刚刚的通话内容 林贤好像还和对方约了时间见面 这就更不可能了 楚雅云怎么可能主动约一个男生见面 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好吧 所以赵英俊敢断言刚刚的电话 一定不是楚雅云打过来的 林贤不说话了 只是偷笑 我都说了实话 你不信就没办法了 跟着尹秀珠到了目的地的西餐厅后 二人一同下了车 赵英俊也确实没有再就那个电话问下去 一个消息灵通的私家侦探 人际关系复杂一点不是正常吗 在西餐厅里 尹秀珠点了一大堆菜 还开了两瓶拉菲 说什么都要和赵英俊 还有林贤喝个痛快 即便早就认清老公是个渣男 在抓奸的时候 哪一个原配不抓狂呢 特别是尹秀珠保养得很好 也不像是什么黄脸婆 卢大为居然不好好忠于嫌弃 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乱搞 让人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这顿饭一直吃了三个小时 尹秀珠才被自家保镖给送了回去 赵英俊已经喝了不少酒 头开始晕乎乎的了 他吃完后看了一下时间 觉得公司是不用回了 于是让保镖开车送自己回去 当然 他也没放过林贤 林贤扶着赵英俊上了后座 一上车 赵英俊就下意识地抱住了林贤 喝醉后的赵英俊 别有一番的风味 一双本来就好看的眼睛 此刻有多了一种迷离美 身上自带的香气 混着高档香水味 令人不由地胡思乱想起来 但林贤却很稳 丝毫不乱 而是拿出手机看新闻 他倒不是因为真的老实 只是他想觉得 这样对赵英俊做点什么 实在没有必要 君子不成人之威吗 到了赵英俊的别墅后 保镖想要送赵英俊下去 但是赵英俊推开了他 指了指林贤 有我男朋友就够了 你们回去吧 保镖们一听这话 也不敢多呆 纷纷一副我懂了的表情离开了 林贤却又笑了 你笑什么 我叫你男朋友 不开心啊 已然醉醺醺的赵英俊 有些不服气地问了句 林贤摇头说道 没有啊 我笑是因为我开心 这还差不多 赵英俊双手还住林贤的脖子 把胸口紧紧贴在了林贤的前胸 还不停地晃动自己纤细的身姿 林贤一手握住赵英俊的腰 然后把他往别墅里带 就在林贤顺手把门带上的那一刻 赵英俊突然用手把他的头给按住了 然后是一个吻 只有一次接吻经历的赵英俊 是真的不会亲 这次 是他主动想跟一个男人接吻 就这样 在稍显昏暗的大房子里 林贤抱着赵英俊 互相品尝着彼此的味道 这一刻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了 等差不多了 赵英俊趴在林贤坚实的胸口上 幸福地笑了起来 你干嘛不躲开啊 不怕被我占了便宜 赵英俊的手抚摸着林贤的胸肌 小声说道 现在这里可是我家哦 林贤笑了笑 心想赵英俊是真的醉了 我为什么要躲开 有便宜不占 不是王八蛋吗 本以为这么一句略显轻薄的话 会引来一阵粉泉的锤打 又或者是轻飘飘的一巴掌 没想到赵英俊却笑了 那你就傻去吧 说完 赵英俊突然站了起来 快速地脱下了自己的高跟鞋 然后快步往二楼跑去 林贤有些惊讶 他不是醉了吗 等赵英俊走到楼梯后 他扭过头 用一种似笑非笑的口吻问道 你怎么还不走 想让我请你吃晚饭吗 林贤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 随后摇摇头 不不不 我吃不起 先走了 等走出门后 林贤隐约中 似乎听到了赵英俊的笑声 这个女人 还真是有意思 到了第二天早上 林贤打个哈欠 随后起身简单洗漱 再吃了一个早餐后 开着兰博基尼上路了 等到了约定好的汤家 私人会所后 林贤拿出手机 楚小姐吗 我已经到了 第六十八掌 你贴上来干嘛呀 那你直接走进来 就说找我 然后到射击场 我在地区 你应该认得我 楚雅云的声音足够冰冷 让人都听不出 他此时的情绪 林贤收起手机后 开始往汤家私人会所走去 汤家私人会所 是一个位于东海西郊的 一个豪华社区 和很多高级酒店 或者会所不同 汤家主打的是一个私人 高端和神秘 这里不接受外来客人 想要进入 只有通过现有会员的邀请 所有的会员 都会得到一张黑金卡 作为自己身份的代表 黑金卡的门槛资产 必须十个亿起步 每年还要交十万元的年费 总之 就是一个句话 来这里的人也是非富即贵 而且都是惹不起的存在 林贤来到前台后 前台的小姐姐礼貌地问了一句 先生 好像没有见过您 是有别的客人邀请吗 这里所有的会员 会能牢牢记住 所有会员的长相和样貌 其实就是记不住也没关系 在大门口有一个人脸扫描仪 如果是会员 所有的电脑都会有资料出现 然后根据客人的喜好 提前做好服务准备 林贤点点头 不错 是楚雅云约我来的 她说在设计区等我 前台小姐姐笑了 是林先生对吧 请稍等片刻 不到一分钟 以为穿着黑色高档西装 扎着马尾便的女子 向林贤走过来 林先生 你好 请这边走 看来真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女子显得非常小心 毕竟是东海首富之女的客人 不能怠慢了 来到一个玻璃门前时 西装女走到玻璃门旁边的密码所 输入密码和指纹识别 林贤透过玻璃门 看到外面是一片马场 许多气质不凡的男女 穿着名贵的手套和长靴 骑着各式各样的骏马来回嬉笑 门打开后 西装女带着林贤 坐上了一辆精致的观光车 似乎是通行整个汤家会所的交通工具 坐在车上 林贤看到 除了马场外 还有高尔夫球场 户外攀岩等等场地 射击场其实就是气枪射击 分为好几个 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 楚亚云所在地区就是室内的 走进地区 里面只有楚亚云一个人 很明显 他是把这里给包了下来 砰砰砰 连着三声枪响 楚亚云手中的气枪打出的子弹 出现在了对面的靶子上 林贤拍了拍手 不错不错 有点水平 楚亚云注意到 有人来了 他摘下自己的耳罩 看向林贤 今天的楚亚云 穿着一身紧身的运动服 把他的魔鬼身材 给展现得非常完美 即便没有过分裸露的皮肤 也足以让人为之心头一颤 颜值高的楚亚云 此刻更显得有些干脸 砸起了马尾变的他 充满了活力与元气 少女感十足 你 就是林贤 林贤笑了 楚小姐明知故问 既然连号码都知道了 怎么会连照片都没看过呢 楚亚云这明显就是紧剩过了头 他对自己的那些隐私 看得也真是很重了 你要多少钱 楚亚云干脆地问了一句 林贤苦笑道 怎么 楚小姐觉得 我是为了钱 才和联系你的 楚亚云摇了摇头 其实我不在乎你的目的 在乎也没用 我只是想知道 要多少钱 你肯保密而已 林贤又笑了 我要是找你收钱 那不是成了敲诈了 楚亚云放下气腔 说道 可你不收钱 我心里不安 你必须要答应我 很多话 他不敢说出来 让林贤知道 否则让林贤知道 他手中的筹码有多重 可就糟糕了 楚亚云心想 如果林贤把事情都说出去 那么我的名誉 就会受到影响 我当初也是太年轻了 在那个APP上 发表了太多的冲动言论 有时候 遇到了不喜欢的合作伙伴 也会在上面直接吐槽 一旦这些被人曝光 那么楚家现在的商业版图 会非常麻烦的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些内心活动 已经被林贤知道了 在刚刚 林贤就发动了 察言观色的技能 因此 他的所思所想 全都被林贤掌握 林贤笑了笑 楚小姐不用担心 我不是那种喜欢告密的人 还是请您放心 楚亚云有些疑惑 他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相信林贤 楚亚云再次举起枪 他打算通过射击 来让自己尽量轻松一点 转移一下注意力 就在这时 楚亚云感觉 有人从后面贴了上来 同时还抓住了自己的双手 共同扣动起来了板击 碰 枪声停下后 靶子最中心被打穿了 林贤笑了笑 多谢楚小姐 我自己来 肯定打不出这样的成绩 楚亚云则是完全羞红了脸 急忙说道 你 你快放开 快放开 说是这样说 但他却没有什么激烈的反抗 也就像真心地挣扎了几下 第一次有陌生男人 这样直接和亲密地接触自己 更何况 还是个掌握自己最大秘密的男人 不过林轩的用力 和这种霸道的风范 倒是让楚亚云的M之魂 多少烧了起来 这么久以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被征服的滋味 林贤轻轻放开了他 双手交叉 楚小姐 你知道我女朋友是谁吧 楚亚云摸了摸自己的手臂 点点头 知道 赵英俊 对吧 林贤笑着点头 那么我再问你 如果赵英俊知道我刚刚抱你 那么我有什么下场 楚亚云愣住了 什么下场 赵英俊的脾气火爆 坐视雷厉风行 是行业之名 甚至在东海 都赫赫有名的铁娘子 要是被他知道了 那林贤的下场 肯定会非常惨 尤其是 还有赵家跟楚家交恶的风险在 赵英俊更不可能放过他 且不说赵英俊了 就是赵英杰这个护姐狂魔 得知自己的姐姐 被人绿了以后 那林贤的下场 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林贤为什么要说这个 到底是天才少女 楚亚云好像明白了什么 立刻毛色断开 哦 我懂了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